來最近是安宏坡不斷 市場在北北有一間很出名的咖哩店 團出說有人可以吃完 倒酒飽 身體不鬆快 店家是表示說 不正是有八名獎歡迎 他們先去睡覺 來加強請客到小股 後來星期三四月這三開始 才會開始賣 為新郊地接到的檢基料 也去客廳 該店家有部分缺失 包括現場為提具員工 健檢資料 無有效之並媒防清措施 同時現場抽檢那間牛排咖哩 及舒肥那間咖哩 兩項食物送宴 唯一共通點是雞湯 那其他餐點就是 每一位都有點 都會就是全額退款 然後如果他們有就醫的話 醫藥費用也會負責 店家表示說 歡迎有問題 消費者都有點 雞湯 也已經先把消費都替給人家 也會來負擔醫療費用 衛生郊電區旗車也發現說 店家將對蠻糖 不做好紅茶 工作中心也不夠乾淨 要求四月十一禮前的愛蓋生 沒有最多協當法兩億